粉嶺一個行基地產的屋苑地盤外 星期二有大約50名工人拉橫額示威 聲稱被拖欠薪金 消息說受影響的工人主要負責鋪路和鋪雲石地台 雖然大判早前已向異判 給了工人薪金和工料費一共1300萬 但異判就未出糧給工人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權益及投訴主任吳偉良 也到場協助 工人在這裏做過事的 有人欠薪的 我們公司負責的 大家排隊都放在一旁登記了 大判公司經理原本就說 兩個星期後才出糧 你登記是否要照應公備 大判公司經理後來答應 先電資所有工人的薪金 在場工人得息後 立即開始登記入閘及上班紀錄 我曾經在一起 高等一個賺錢 你討論 那就